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教练,我想打篮球 三井兽跪在安西教练面前痛哭流涕 直到世界尽头的BGM想起 这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浪子回头的剧情喜闻乐见 而阿斌小时候则是觉得 这个白胡子胖老头是个很棒的教练 虽然动画里没有怎么交代他布置战术 但他的鸡汤就让队员们很受用 也照亮了湘北的主角光环 于是乎,阿斌就突发奇想 安西教练能执教NBA球队吗? 要知道,他在场下总是风雨不动安如山 靠球队王牌解决问题 而NBA球星可比湘北五虎强得多 是不是意味着安西教练到了NBA强队也能躺赢? 不是一个次元的问题或许不容易回答 那就换成通俗的问法 NBA的教练作用有多大? 他们对比赛的影响体现在哪? 大致这两个疑问进入今天的影片 不可否认的是 一支球队想要赢球 不仅要有能力极强的超级球星 也需要一位经验丰富 可以及时做出临场反应的教练 如果把球队比做成一辆行驶的汽车 那超级球星就是汽车的发动机 而主教练就是离合器 前者决定了汽车的速度和动力 而后者则是保证汽车起步平稳 顺利换挡以及防止传动过载 所以说 想要当好一名教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作为两连MVP的控球后卫 那实在球员生涯可谓相当辉煌 在场上他就是球队指挥官 然而来到场下 他却指挥不好了 因为上场打球是一回事 而直教球队又是另一回事 从上赛季开始 篮网被吐槽最多的除了哈登之外 就是主教练纳什 这名拥有三个满级号的菜鸟教练 一直都没有在失利中获取教训 反而经常把锅甩给球员 甚至说出了很多名言 我们挑几段听一下 打灰熊 篮网输掉29个篮板 赛后纳什说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他表示 我们是一支防守型的球队 不管你信不信 阿兵信 这不就把自己防住了吗 2022年1月 篮网开始11连败 哈登对阵容轮转不稳定表示沮丧 当时杜兰特养伤 欧文依然兼职 但纳什却在赛后的采访中表示 他对现状很满意 真就知足常乐呗 关于纳什的执教能力 已有过被骂上热搜的经历 在这也就不落井下石了 毕竟他的执教生涯才起步没多久 以后也有洗白的机会 而波波维奇的仪式英明 我们倒是可以推敲推敲 首先声明 对于这位老帅 阿兵是很尊重的 哪怕他是个大骗子 嘴上说着痛恨三分球20年了 可私下里偷偷改造马次 使其一度成为了三分球命中率第一的球队 他又曾说 邓肯退役10分钟之后我就退休 而一查本赛季马次的主教练名字 依旧是这老爷子 作为NBA有名的师徒 波波维奇和邓肯合作19载 关系非同一般 他们属于互相成全 而在外界看来 波波维奇沾光更多一些 潮水退去之后就会发现谁在裸泳 此话放在这儿可能有点严重 但不无道理 2016年夏天 邓肯宣布退役 当时的他已经年满38岁 的确到了该退役的年龄了 邓肯退役之后 马次队的阵容依旧很强 伦纳德已经成长为超级巨星 还有巅峰阿尔德里奇 并且引进了大家索尔 加上老儿迷奸的帕克和吉诺比利 马次在后邓肯时代的第一个赛季 取得了61胜的战绩 表现仍然很亮眼 只不惜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帕朱里亚的卑劣 但是阿兵想说的是 马次夺冠年份 对内恶人角色也不是没有 天残角爆纹 引发太阳主力竞赛的获利 那些恶毒的行为 波波维奇是否受益 不甚了解 但马次确确实实从中受益 渲染着波波维奇的执教履历 而当这些人以及邓肯 伦纳德相继离开之后呢 2017-18赛季 伦纳德殷伤只打了9场比赛 最终球队只拿到了47胜 35负 勉强进入季后赛 这是马次十多年来战绩首次跌破50胜 要知道 邓肯时期 即便是2011-12缩水赛季 都有50胜 2018年 伦纳德和球队以及波波维奇闹班 被交易到暴龙 当赛季马次取得了48胜34负的战绩 同样是磕磕绊绊进入季后赛 最终连续第二年首轮游 之后马次连季后赛门票都拿不到了 2019-20赛季 仅取得了33胜39负的战绩 只排在西部第10 上赛季 马次32胜39负 同样被挡在季后赛门外 今年大敌也是同样的情况 总结一下 自邓肯退役之后 马次仅仅保持了一年的竞争力 此后战绩每况愈下 阵容来看 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伦纳德的交易换来了德罗赛 并引入了盖伊 整体实力仍然是有机会追逐季后赛的 不过打着打着成绩越来越差 阿尔德利奇选择离队 德罗赛同样离开了马次 当然了 战绩差确实意味着重建 但马次并没有想在选秀大会有所作为 他们距离白烂还有挣扎 每场比赛几乎都是用心在打 只是对比邓肯退役前后 球队战绩差距太大了 因此 说石佛成就了波波维奇并不为过 而同样利用巨星扬名利万的教练又起指波波维奇一人 往期影片中说到的科尔 他在疯狂试验角色球员的情况下 最终还是得靠着库里杜兰特给他擦屁股 而从始至终都贯彻巨星篮球的禅师 则是把抱大腿演绎到了极致 禅师菲尔吉克逊带领球队11次夺冠 是获得NBA总冠军最多的教练 也是北美职业体育史季后赛赢球最多的教练 同时他也是合作过顶级球星最多的教练 执教公牛队时 依靠篮球之神乔丹拿到了6个总冠军 对于任何一位教练来说 在拥有乔丹 皮鹏 罗德曼等公牛配置的情况下 拿到总冠军并不算难事 而禅师执教胡人之后 也沾了OK组合的光 奥尼尔正值巅峰时期 篮下无人能敌 科比具有冲击力 攻防一体 洛杉矶这一内一外的组合威震江湖 主教练的作用可以被淡化 看到这里 你会反问 为什么他们在禅师到来之前没有夺冠呢 这话不假 但巨星的成长本身就需要沉淀 同时也得益于NBA的新陈代谢 博德老去 魔术师隐退 坏孩子军团也不能把打架贯彻到底 蛰伏的乔丹破茧成蝶是大势所取 同理 由他双煞连续两年总冠军失利 意味着夺冠窗口彻底关闭 火箭三巨头就像是台湾纵贯线组合 单拎出来各个都是昔日天王巨星 但聚在一起带有玩票性质 注定无法长久 加上西雅图双子星始终无法突破上限 因此 OK组合前期为所发育 但时机成熟 开启收割也是情理之中 想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练没有抱球星大腿的 可以在双方各位起主时 看交手战绩进行评估 湖人连续两年在常规赛被快艇横扫 这也意味着 詹姆斯所在球队面对泰伦卢早遇齐连败 过去常说 泰伦卢只是运气好 其实他的执教能力也不差 甚至可以说绝对担得起冠军教头这个名号 本赛季快艇对阵巫师 快艇最多的时候落后了足足35分 这个分差 绝大部分的比赛都已经宣布悬念终结了 但是命运的泰伦卢并没有放弃 在如此大劣势的情况下 通过不断的战术布置 开始逐步瓦解巫师的防线 最后肯纳德通过一记3加1直接杀死了比赛 快艇完成了今天的35分大逆转 这场比赛只是快艇本赛季的一个缩影 要知道快艇如今还是缺少了伦纳德 保罗乔治两位超距作阵 战绩能打到这个份上 泰伦卢功德无量 与此对比 阵容相对比较齐全的国王 主帅金特里也曾在更衣室公告版上写了36比66 116比115的字样 然后让队员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快艇对巫师那场的半场比分 以及全场最终比分 金特里也意图借此来激励队员们 无论遇到什么绝境也要保持不放弃 继续拼搏的心 只可惜 国王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影片接近尾声 看到这里 你有得出开头问题的答案吗 请在留言区回答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